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全公司我的朋友们都看到了 你还知道丢人 你什么意思 昨天那件事情还没有解决 你应该跟你嫂子道歉 你道歉 我删除照片 我又没错 我凭什么道歉 算了算了 博尔也不是有意的 是吧 博尔 齐英苏你少给我装好人 昨天我朋友可是亲眼看见你跟一男的进出酒店 我告诉我哥有错吗 黄佳文是我的经纪人 我跟他一起出去应酬很正常 而且有很多人呢 只是拍到了我们俩 经纪人就得勾见大倍啊 那我喝多了 他服务一下不行吗 江村你快看看 博尔是真的误会了 不 我昨天刚刚学会怎么用这个软件 我准备把你的照片做成表情包 一起发出去 那样你就火了 你威胁我 你说是就是了 反正你道歉 我删除照片 行了 行了 哥 我道歉 我以后再也不管你跟我嫂子的事了 行了吧 不行 你道歉 要讲究态度 要真心诚意地道歉 再来一次 对不起 我错了 我把照片删了吧 要发出去 不玩还怎么不人了 算了 算了啊 好了 你嫂子大人估计小人过来 算了 我今天去上海 今后不许再考试 否则我跟你不愿 明白吗 嗯 去吧 赶紧吃饭 别生气了 喂 姐 说得上那机票看见了吗 我看到了 这 这是 知道你刚丢了工作 心情肯定不好 给你订了机票和酒店 让你出去好好玩玩 还是算了 这事啊 你就得听我的 出去玩两天 然后回来好好工作 整个人都会不一样的 好吧 谢谢姐 好好玩 波儿 波儿 你哥呢 去上海出差两天了 咱们俩先去机会好好谈谈 我跟你有什么可谈的 别以为我跟你道了歉 你就蹬鼻子顺利 波儿 你之前跟踪我 我心里也很生气啊 不过我还是想趁这个机会 咱们俩能和平相处 和平相处啊 想的呗 秦英素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你道歉呢 是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也不要以为 我就真的可以接受你 你也别那么早下结论 这样吧 我这两天去我妈那儿住 你呢 好好想想 毕竟咱们俩来日方长 不能总这样算计来算计去 你说是吧 马杰 唉 帮我收拾一下东西 我要出去住两天 哦 好的 英素 这个你带着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安医生给你开的 补充孕前营养药 说配合中药吃呢 会促进怀孕几率 哦 知道了给我吧 嗯 记着吃哦 嗯 你这样容易导致胎儿畸形 你知道吗 你也太不负责任了 你如果想让孩子正常发育 就需要安胎 那现在胎儿怎么样啊 目前看来 不太稳定 上次我给你开的安胎药 你记得按时吃吧 我们赶着办登机牌呢 能不能快点 第一次坐飞机啊 对不起 对不起啊 第一次坐 很快 你看 谢谢啊 来 这位女士 旅途愉快 谢谢啊 安全就请您 好 你好 还有两个小时 过问吧 可疑就像姐妹那样啊 哎 放心吧 姜舍啊 特别丰富 绝对不会出现上司 最好是这样 哎 对了 我这次呢 带来了对方的合作班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 好好地再准备一下 要找出机会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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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这拖车 就比以前人那样兵力啊 有没有搞错啊 这可不是这样的 开车全属技术 我看好你是不是 一定死 一定死呢 行 那你可落稳了 嗯 我还要起飞了 哎 离开姜家吧 姜家从内到外都在算计你 你待不长的 你什么意思啊 安音秋是姜家二十年的 家庭余生 她早就跟姜家是一伙的 给你的保健药里面 多了一粒最新进口的避孕药 我早都知道了 姜家根本就不希望我怀孕 也许就是姜村 吩咐她这么做的 不可能 姜村虽然不想要孩子 但绝对做不出 这么卑鄙的事情 那你打算怎么办 夏文 我打算跟你分手 我不能让姜包儿得逞 所以我得生个姜家的孩子 他们想赶我走 可没那么容易 你要放弃我跟你的孩子 夏文 夏文 可算我对不起你 孩子 孩子真的是个意外 不过你放心 我秦云素一定会补偿你的 我说我离开姜村吧 我说我离开姜村吧 我离开姜村 也许是姜村和阿姨求作 姐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是不是跟姜村吵架了 还是你离家出走 你先别说我 你这行李的托印条都打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我在机场 我在机场又想了想 我逃避也不是办法 我要重新找工作 现在也没有心情旅游 哎呀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跟姜村吵架 他欺负你了 没有 这姜村不是去上海出差了吗 你也知道 我跟小姑子不对付 所以我就出来赌个清景 去出差这些 你说什么呢 嗯 我没说什么 唉 这样也正好 我们可以吃吃喝喝 一起聊聊天 谈谈心 嗯 姐 你要睡沙发呀 嗯 你睡床上 我就睡这儿 姐 我 我有句话要问你 你说 你有没有想过离婚啊 既然你在姜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为什么不离婚呢 姜村到底有什么好啊 离婚 像我这种女人啊 结婚前是女神 离了婚那就叫盛女 我结了婚就没想到要离婚 再说了 你也不了解姜村 你怎么了 突然问这个 嗯 没什么 摇头是什么意思啊 姐 你 你爱姜村吗 我不爱她 为什么会嫁给她呢 好吧 我睡沙发 你睡床吧 我也睡习惯了 你今天 这是怎么了呀 感觉你怪怪的 可能在机场折腾的一天 有点累了 那好吧 我明天就回姜家 我可不忍心让你睡沙发 还有 也不要陈连担心我 好不好 对不起 宝宝 本来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跟你好好相处 可没想到 就是她给你回姜家了 机场的事 到底要不要告诉姐姐呢 姜村和那个女儿的关系 肯定不一般 我要帮姐姐查一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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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